黎智英被控恐嚇東方日報記者蔡東罪名不成立 美國連告中國軍力報告揭露中共派武警來香港鎮壓抗議 特朗普說中國疫情死的人全球最多 美國壓太助理國務卿說香港人應該警惕中共借測試來收集訊息 自身法醫馬宣立說陳彥霖羅斯非常可疑 蒙古族反抗升溫傳有大量裝甲車現身街頭 大陸網絡批發人員數據配迷身份證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9月4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疫情最前線Izac 首先看看香港的新聞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涉嫌在2017年的六四集會 恐嚇一名東方日報記者被控刑事恐嚇罪 裁判官鍾明申3號裁定黎智英罪名不成立 恐嚇指2017年六四晚會開始之前 黎智英用粗口指罵拍他的東方日報男記者 揚言我實搞你拍嘟準你的相 男記者說受到驚嚇需要接受精神科治療 根據《蘋果日報》報道 辯方說事主所屬的東方日報 自從2014年日夜追訪黎智英 她的拍攝方式尤其侵擾 令黎智英長期累積壓力 因此先衝口而出 鬧腰毀男記者發洩 並非有意傷害她 黎智英說當時對她說我實搞你 是指要報警找律師申請禁制令之類 裁判官中明身裁決指 性人不誠實也不可靠 作弓期間多次迴避簡單直接的問題 至於黎智英的話 裡面的餃子可以說很多動作 不可以作出唯一的推論 即是恐嚇對男記者造成身體傷害 昨日是中共病毒全民檢測的第三日 二號有消息說有72萬人在網上預約了做檢測 由於全民檢測計劃類受杯葛 昨日本部記者在灣仔博覽道1號會展會議廳 專程警了20分鐘左右 在場館門口可以見到2至3位工作人員之外 偶然可以見到有個別人士進入場館 未知是否為了來檢測的市民 未見到政府所宣傳爆滿的情況 之後看看和去年反送中有關的新聞 美國國務院在當地時間9月1號發表的2020年中國軍力報告裡面 一共11次提到香港 報告不單止分析了中共領導人對於包括香港和台灣在內的全面統一的理解 還揭示了在去年8月反送中運動期間 中共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利用換防的機會進駐香港 報告說可能參與鎮壓抗議者 報告說2019年8月中共解放軍香港和澳門駐軍進行了年度輪換 這些解放軍都可能是武警部隊 夜晚由深圳經海陸空三路到達香港 但並沒有觀察到有部隊由香港撤出 而且中共當年的部隊輪換公告裡面 並沒有包括解放軍和裝備水平保持不便的聲明 報告補充說在整個反送中抗議活動的幾個月裡面 武警和解放軍的部隊一直公開強調他們的防暴、反恐和防災培訓 報告還透露中共通常將一些獨立的 他有特種功能的部隊 例如特戰旅等駐紮在香港、新疆和西藏等 中共認為敏感的地區 今年4月大陸流亡富商王文貴曾說 中共武警參與鎮壓 他說時任公安部副部長的孫力軍 掌握幾萬秘密武警在香港反送中運動裡面 專門秘密跟蹤拘捕示威者 認信逼供然後為私滅跡或偽造成自殺 之後看看有關立法會的新聞 早前人大常委決議現任立法會議員 現任一年民主派是否留任仍然舉期不定 自由亞洲電台節目 臨立會2.0大辯論去語流 訪問了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 和民主派初選新界東的勝出者劉詠康 林卓廷強調留任不是為了私利 又指拘捕令他更堅定留任的意志 他認為應該盡量守住議會戰線 結合民間抗爭力量繼續抗衡政權打壓 就是因為未來的情況越來越艱難 有網民質疑民主派加入臨時立法會 會令國際戰線崩潰 令國際社會不再覺得香港受到打壓 林卓廷引用前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的說法 說外國政府並不關注泛民議員 在臨立會的去留決定 另外有網民質疑 泛民竟然舉行臨立會去留民調 是否毫無抗爭意志 因為網民認為應該盡快恢復立法會選舉 林卓廷澄稱民調是因為當時的爭議分歧極大 所以用這個方法解決社會爭議 又強調恢復立法會選舉是泛民的共同目標 但事實上暫時是不可行的 不過劉永康認為現在是議會阻擋惡法的機會非常低 民間的抗爭力量比議會重大 建議成立議政平台 令傳統泛民和抗爭派加強溝通 劉永康指出傳統泛民表示要堅守議會善善 以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給市民很多假的希望 是時候認清事實 劉永康指 香港市民一直知道中共的極權迫近埋例 只是守得多久得多久 但自從經歷了2019年之後 明白拖延並不是可行的方法 只有2020年這個機會能夠戰勝中共 時事評論員劉細良就質疑 現在立法會的政治功能已經非常衰退 參加選舉或進入議會可能已經失去政治作用 因為估計無論議員去還是留 建制派都是不斷收緊議事規則和議員利益 民主黨早前宣布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 預計在9月21日開始進行全港民調 而收集市民對這個議題的意見 之後看看關於陳彥霖的消息 參加反送中運動的15歲女生陳彥霖 去年9月底利其赤裸浮屍海面 警方指死因無可疑 死因停在2日展開第8日的聆訊 法庭傳召資深法醫兼港大病理學系 首席臨床港師麻酸納出席 麻酸納以專家證人的身份作供 表示不同意衛生署法醫子陳彥霖可能匿蔽的結論 說無法肯定陳彥霖死於溺水 又說屍體全裸令她感到不安樂 始終一條女屍全裸毫無解釋 這件事疑點很大 但在解法學方面 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任何事 形成本案的一大疑點 不過馬酸納同意報告所說 陳彥霖身上不見有致命傷口 亦沒有驗出上京的藥物或毒品 所以不可確定死因 之後看看內地的新聞 中共用漢語取代小學蒙古語教學計劃 引發內蒙古各界的大規模抗議行動 隨著局勢升級 很多抗爭者被拘捕關押 針對抗議活動 蒙古國前總統 查希瓦阿勒貝格道爾吉發表影片 敦促中共政府尊重蒙古族人 保持無語的民族權利 並呼籲全球各地的蒙古族人聲援 查希瓦在聲明中表示 沒有蒙古語言 蒙古民族就無從說起 而失去語言就好像失去了頭腦和雙手 她強烈支持拯救蒙古語言的行動 全球的蒙古族人無論身處哪裡 都應該參與聲援行動 網絡影片顯示 當地警察都疑似參加抗議行動 民運人士唐柏喬發布影片說 抗議隊伍當中有穿制服的警察 一種事1989年時就在我身邊發生過 當時警察明確告訴我 他們是來支持學生運動 如果被發現就說是來維持秩序 還有消息說 部分警察拒絕配合當局逮捕示威者 但隨著當地抗議活動規模不斷擴大 當局展開鎮壓行動 出動大批防暴警察毆打示威者 有間中學還發生了一名蒙古族學生 由高處墮樓身亡 8月31日晚通遼市紮魯特奇首輔路貝斯實施座宵禁 禁止車輪行人上街集會 Twitter上傳出影片 在多個地方很多蒙古族學校的學生是校內遊行抗議 還有影片顯示 當晚有大量裝甲運兵車建身內蒙古街頭 不過影片的真實性仍然有待確認 內蒙古教育體育局委員會緊急發文說 幹部職工子女凡是在民族學校就讀的 9月1日必須去到學校報道 凡是不報道的將會面臨嚴肅紀律處分 通遼市的一位民眾對大紀元表示 當日他們沒有上街 小朋友都沒有去學校 由村黨支部書記和老師帶領工作人員 逐家逐戶做思想工作 東元他們上學 9月1日內蒙古電視台報道說 內蒙古各個地區都開了學 但內蒙古的民眾揭露其實都是假新聞 都是在演戲 沒有蒙古族學生去學校 石林角立民奇縣地區的蒙族中學老師 八月二對大紀元表示 我們的訴求就是恢復一類相與教育 目前我們不想起大的衝突 因為起衝突受傷害的只是我們 我們打算打持狗戰 八月二說 今次的事不知道結果會怎樣 但我們是蒙古人 我們不會怕不會低頭 中共當局要求蒙古族公職人員 必須將小朋友送去學校 出現體制內人士的集體抵制 由網絡評論說 蒙古民族因為保持了自己的語言文化 中共的洗腦能力有限 因此強悍何況的本色不變 在事關民族文化存亡的關鍵時刻 蒙古人毫不妥協 大規模抗議活動此起彼伏 之後看看其他新聞 最近中國戲劇演員趙本山的女兒趙一涵 在直播中說 現在全家人都後悔買私人飛機 現在五折都沒有人買 他說 趙本山在2009年以2億元人民幣的價格 扣入加拿大龐巴迪公司生產的挑戰者公務機 命名為本山號 刷新大陸藝人曬命的紀錄震驚娛樂圈 當年有媒體人採訪趙本山時問 你不怕別人覺得你得氣嗎 趙本山回答 其實人得氣的時候 你不得氣 別人都會覺得你得氣 何況這些都是自己的錢 為何不可以賣飛機呢 同年九月 趙本山因為心臟病發作入院治療 昏迷醒趙本山問身邊的人 我不是玩大了 飛機退不退得 得知塔庭的損失之後 趙本山放棄了 聽說這一架私人飛機 後來成為趙本山巴結同行權貴的資本 趙本山號的不僅有江澤民的情婦 宋祖英等演藝界人士 都有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等中共政要 之後看看其他新聞 在大陸的淘寶、行喻等電商平台 在微信QQ群裏面 大陸民眾的人念信息被人公然出售 並且連對應的身份證信息 甚至整批出售引發民眾憂 綜合大陸媒體在九月二日的消息 一位賣家在微信上傳了兩套手持身份證的人念照片截圖 並且說五毫子一張打包帶走 中共兩萬套沒得說的 在一些QQ群裏面 三問人仔就可以買到一個用戶的 詳細身份證信息和人念照片 匹配了身份信息的相片 可以被模擬真人的點頭、搖頭、眨眼、說話等行為 可以被實名註冊大部分軟件 用在辦理網上貸款、詐騙等 被盜用信息的用戶 一輩子都會有危險 之後看看與疫情有關的新聞 美國總統特朗普 9月1日晚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中國在這場疫情當中 失去的人數比任何其他國家多 他們遭受損失都比任何其他國家多 他們只不過是不報告而已 而在香港方面 由9月1日起實施普及全民檢測 美國亞太助理國務卿史達偉 在9月2日表示 香港人應該警惕中共借疫情檢測 收集個人信息 因為中共沒有正當使用信息的聲譽 他們以前都說 收集新疆維吾爾人的DNA是健康檢測 今日的疫情最前線就到此 多謝各位收看 守護真相絕對不會放棄 我們堅守需要大家大力的支持 更加需要大家訂閱我們的新聞 我是Zach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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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